大将军魏清 魏清并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大将军 当然他也想不到后来会娶了平阳公主 实际上魏清原本是平阳公主府上的奇奴 母亲魏姑娘则是平阳公主的婢女 魏姑娘生了三男三女 二女儿就是获取病的母亲魏少儿 三女儿是魏子夫 魏清则是他们的弟弟 不过魏清原本姓郑 父亲叫郑继 郑继在平阳公主府上当差时 与魏子夫的妈妈偷情 生下了魏清 这样来历不明的孩子 当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郑继正妻的儿子们也不把魏清当兄弟 只有一个扶劳役的囚徒说 你的面相贵不可言 将来会封侯 魏清笑了 他说 我一个婢女生的儿子 能不挨打挨骂就不错了 哪里还能封侯 类似的 还有霍去病 霍去病也是私生子 父亲叫霍仲如 霍仲如与魏少儿偷情 生了霍去病 后来又娶妻生了霍光 所以霍光和霍去病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霍光后来当然也表现出能力 但起步却无疑是沾了霍去病的光 事实上 把霍光带到长安 让他做了郎官 从此踏入仕途的正是霍去病 霍去病能够进入汉武帝的视野 则又因为他的母亲魏少儿是皇后魏子夫的姐姐 魏清作为人才被汉武帝发现 也如此 显然 没有魏子夫也就没有后来的故事 然而 魏子夫又何尝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 他不过是平阳公主府上的歌女 跟他那个做骑奴的弟弟一样 都是奴仆 但命运之神偏偏就垂顾了他 其实 汉武帝原本是有皇后的 皇后叫陈阿娇 父亲是项羽部将陈英的曾孙 母亲则是那位后来包养小情人的管桃公主 据说 刘彻小时候坐在公主怀里 曾表示 如果能得到陈阿娇 一定盖洞金屋子藏着他 由此留下了一个成语 金屋藏娇 这当然是小说假言 完全靠不住 刘彻和阿娇的结合 则多半是政治婚姻 两人婚后感情破裂 史家说因为阿娇恃宠而娇 也不妨孤妄听之 但没有儿子 是事实 于是平阳公主开始张罗 平阳公主是五弟同父同母的亲姐姐 也是大姐 姐姐总是疼弟弟的 她搜集了十几个角色美女 精心调教 盛装打扮 在五弟到他家做客时 一起展示出来 汉五弟却一个都看不上 但等到魏子夫出来唱歌时 汉五弟的眼睛亮了 他借口更衣 进入围帐 魏子夫也捧着衣服 走了进来 汉五弟没有片刻犹豫 就把他变成了自己的女人 平阳公主意外成功 没错 这是他的感情需要 也是他的政治投资 所以魏子夫进宫前 平阳公主摸着他的背说 将来尊贵了 请不要忘记我 魏子夫没有忘记 管桃公主则看在眼里 急在心头 情急之下 他秘密逮捕了魏青 准备谋杀 五弟闻讯 便任命魏青为建章攻坚 家官适中 适中是当时权贵子弟 争相亦得的宠位 汉五弟却给了魏青 后来又给了霍去病 从此魏家的命运彻底改变 魏子夫被封为皇后 是在元朔元年三月 因为他生下了太子刘巨 魏青也在同一年封侯 但不是沾皇后的光 而是因为有功 战功是在讨伐匈奴实力下的 担任车骑将军期间 魏青曾三次率兵出击 一战而至龙城 封关内侯 二战收复河南 封长平侯 三战擒右贤王 败大将军 魏青一路凯戈 一路青云 这不能归结为他运气好 而应该承认他能力强 实际上 汉武帝并非为外戚适用 没有能力的外戚 就只给待遇 不给权力 而且 当霍去病的能力 越来越彰显时 汉武帝对他的宠信 就超过了魏青 对此 魏青似乎很淡然 也许在他看来 他的一切都是皇上给的 皇上也就是他的一切 没有皇上 就没有他魏青 所以就连汉武帝 要他娶平阳公主 他也照办 不清楚 魏青娶平阳公主 是在什么时候 只知道 当时公主的丈夫 得了重病 回到封国 公主便让左右 帮他在猎猴当中 找个男人 结果众人 异口同声都说 大将军最好 平阳公主笑了 她说 这可是我们家的人呀 以前常常骑匹马 跟在我后面 这话怎么说 众人又都说 如今还有 比他更尊贵的吗 公主点点头 让人把意思 带给了魏子夫 魏子夫又禀告了汉武帝 武帝便把魏青 作为礼物 送给了姐姐 也许 这就是魏子夫 对平阳公主的回报 魏青的回报 则给了汉武帝 终其一生 他都在自觉维护 汉武帝的绝对权威 元朔六年 魏青帅六将军 讨伐匈奴 右将军苏建 全军覆没 只身逃回 这样的败军指将 该如何处理 军法官们意见不一 大将军魏青 却把财量权 交给了皇帝 他说 我当然有军法从事之权 但以我魏青之尊宠 尚且不敢擅自行刑于境外 不正可以告诫人臣 不得扇砖吗 军法官们都说 大将军所言极是 苏建后来是被汉武帝赦免的 他的儿子苏武 则成了历史上 最有气节的外交官 据说 苏建曾经劝魏青 效法古代名将 昭贤纳氏 以高声望 魏青却说 李贤下是广纳人才 是人主的权利 为人臣的 只要奉公守法 尽职尽责就行了 为什么要弄一堆名流 在自己门下呢 获去病的作风 也如此 这样的外妻和大将军 汉武帝能不放心吗 当然放心 他不放心的是 匈奴 这些人 也不放心 我也不放心 对 这些人 也不放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